应和安逸爱感情没发展。小钟,因为我没狗。 小钟透露目前有一起吃饭的朋友。图中天提供。2018年3月25日。 艺人小钟金,25日参加中天节目小明星大跟班录影,她受访时被问到安逸爱近日与吴宗献传出的绯闻。 由于安逸爱在2017年曾公开表示欣赏小钟,她先是直言,知道这个事情了,我要说什么?后幽默作答,因为我没有狗吗? 回应先前吴宗献的狗友说。 谈到目前的恋爱进度,她不敢搞笑风格笑说,目前来讲的话,都有在是,看是哪个怀孕就跟哪个结婚,哈哈哈哈,开玩笑的。 提到安逸爱,笑风格笑说,她就是跟倩哥一起养狗,那是她个人的感情生活,我私下真的没有联络,因为我们没有狗吗?哈哈哈哈。 她提及最近有几个吃饭的对象,对于理想对象的蓝图。 她透露,我希望女生年龄落在28到35岁间,范围很宽,之前也有跟朋友聊天,希望是独立一点的女生,不需要接送,不需要送礼物。 然后我朋友说,那也不需要你。 哈哈哈哈。 但她强调,一个人过,也还是可以过日子,但就是少了一个半,我希望保留自己的空间,她也保留她的空间,两个有共同兴趣跟话题,这样子最棒,不然也很累。 至于是否关注大嫂团修琴跟Vicky的倾钱事件。 笑中笑说,其实我对他们的新闻没有了解,但是我希望与演艺圈的朋友尽量金钱少往来。 她强调,朋友要做长久的话,金钱上往来真的比较麻烦。 以我个人来讲。 而且我都说钱在我妈妈那边,最多就是借到五万,有圈内朋友借了还不出来,现在还是朋友。 帮忙很重要,因为彼此都遇得到,如果因为一点钱这样,觉得很不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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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